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通过日常交流以及沟通将语言文字运用得心应手 俗语作为其中的一个分支 不仅是老祖宗日常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 也是他们智慧的结晶 因为很多俗语都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流传至今的 虽然现在很多人认为俗语是迷信 但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眼光去看待俗语 比如六十不交言 七十不留素 八十不留饭 到底是啥意思呢 有一定道理吗 六十不交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遇到六十年龄段老人的时候 尽量别跟他有过多语言沟通 这里的言就是说话的意思 在古代医疗水平差 生活水平低 人们的健康状况差 生活质量不好 人的平均寿命也很短 秦汉时期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周岁 明清时期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超过四十周岁 所以民间有六十花甲子 七十古来西一说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 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五十岁左右 由此可见 在古代 人到了六十岁 各方面的器官已经衰落 不像现在六十岁的老人生龙活虎 精神绝朔 过去的人到了六十岁 不仅腿脚不灵 耳聋眼花 思维也出现问题 说白了 观察力 判断力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能力下降 老糊涂了 你给他讲道理 他给你讲资历 你给他讲科学 他给你讲态度 你给他讲事实 他给你说经验 总之 他就是各执己见 认为自己说的都是对的 你说的都是错的 无论如何你说服不了他 跟他讲道理 摆事实 都是枉然 没用 既浪费时间 又浪费感情 就像你小时候 跟爷爷说吃东西要讲卫生 他说不肝不净 吃了没病 你跟他说不要迷信 他说对鬼神不净会遭遇报应 你给他说月亮上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 过的桥比我走的路都多 上面有吴刚 嫦娥 还有桂花酒 当你反驳他什么观点的时候 他就以老卖老 说你不孝敬老人 跟他说话的时候 声音小了 他说你没有魄力 没有血性 说话声音高了 他又说你态度不好 嫌弃他了 巴不得他早死 有句俗话说 宁跟精明人打一架 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其实 这句话用在老人这里也很合适 跟老人们讲道理 论是非实在太难 还有句话叫老小孩 意思是 人到了六十岁之后 就跟孩子那样 幼稚任性 说得他理屈词穷的时候 他不再跟你辩论 就会耍蛮耍横 摇头说 我不听我不听 或者说 我不管不管 以上说的都是在家人之间 如果到了外面 更不要跟老人辩理 那样甚至产生不良后果 小张有个同学 在集贸市场开了一家粮油店 早是高峰的时候 农村超市老板都要去那里进货 客户川流不息 门前地方有限 但那些菜农没有地方摆摊 常常把摊摆在他店门口 朋友心想 这些菜农也不容易 就尽量耐心解释 劝说他们先去其他地方 等高峰期过了再来 在这种情况下 多数菜农都表示理解 非常配合地走开了 即使有人硬着头皮不走 他也忍了 可是有一天 朋友心情不好就发火了 朋友说话冲 那个老头也做得有点过分 结果就出事了 老头把三轮车横在他门口卖菜 也许是人家卖的价格低 也许是品项好 买菜的人络绎不绝 很多买菜的还都骑着车去赶集 停下买菜的时候 骑着车子也停放在了朋友店门口 这样一来 店门口被堵得严丝合缝 密不透风 朋友就让老头去别的地方卖菜 谁知道 老头不但没有挪动 反而狡辩起来 说朋友看不起农民 最后说着说着 朋友失去耐心 说老头素质差 老头急了 竟然大骂起来 围观的人很同情我的朋友 指责老头不明事理 老头一着急 高血压犯了 昏了过去 朋友赶紧打急救电话 送老头去医院就诊 虽然老头没有大碍 很快康复 老头的儿女 平时虽然对老人不管不顾 但一旦出事 便跳出来不依不饶 朋友被迫停业 最后还是花了一大笔钱 才将事情摆平 小张有一次见到小学老师 也被弄得尴尬 他六十多了 眼睛也不好使 听力也不好 小张远远地见了 就毕恭毕敬 上前打招呼 说老师你真好 还记不记得你教我背书 老师听了什么也没有说 面无表情地静止往前走 小张当时就蒙圈了 不知道什么缘故 两天后见到了师娘 揭开了谜底 原来老师把背书 听成了笨猪 以为小张还在记得当年的丑 因为在他当年 也确实喜欢叫叉生笨猪 所以他认为小张是在揶于他 到家闷闷不乐 小张听了真是哭笑不得 赶忙登门向老师解释 所以跟老年人尽量少说话 免得误会 由于理解能力退化 很多事跟他们说不清楚 不过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 诊疗技术也进步了 人们的身体越来越棒 农村人60多了 还在工地搬砖 干劲冲天 很多道理也能听得懂 但是我们见到思路清晰 比较随和的老人可以沟通 遇到有点糊涂的老人 还是尽量静而远之 多失离 少说话 七十不留宿 意思很明了 那就是不要随便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在家过夜 古语说 人活七十古来稀 七十岁是古稀之年 身体随时会出现突发状况 留他们过夜 就会有健康风险 我们说的留宿 其实就是留住 这样高瘦的人 留住在自己家 一是身体内部器官会出问题 二是腿脚不便会摔倒 磕碰 一旦如此 就会被人埋怨 落下亏欠 一般来说 留宿七寻老人的 多数是老人的至亲 比如女儿孙女什么的 不过即使如此 大家也会说你照顾不周 可是至亲本身就有 赡养老人的义务 不能因为怕埋怨 就放弃陪伴照顾老人 我们要指出的是 如果不是老人的至亲 只是同学朋友 和上下级关系 最好不要留宿免老的人 如果出了意外 既要承担经济损失 又有道义责任 得不偿失 网上报道过 一个发廊的工作人员 曾经招待一个老头 工作中老头死亡 给发廊招来麻烦 这根留宿虽然不是一麻事 但也从侧面说明 跟老人相处 还是要慎重 八十不留饭 意思也很明了 那就是尽量不要留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在自己家吃饭 道理也很简单 人年龄大了 反应慢了 牙齿也松动了 消化功能也不行了 所以老人在你家吃饭 会被烫着噎着 会腹泻便秘 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真要是有啥三长两短 主人家脱不开干系 所以我们还是要尽量 规避留老人吃饭 但这是对普通人而言 如果你是老人的至亲密友 这些都不能考虑 否则就要背负不孝之名了 老人年纪大了 为了避免给亲友 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尽量也不要出远门 在自家院子里 种花植树 同样可以清净自然 总结 总的来说 俗语 六十不交言 七十不留素 八十不留饭 表面上看没有什么道理 但换个角度来看 是在告诉人们 人上了年纪 不要轻易动怒 也不要随意居住在别人家 同时要注意饮食习惯 这样也是对自己的负责任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的视频 就是这三个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